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昨天大盘跌142点 立台涨停 今天大盘涨121点 很多人赔钱 跌没赚到 涨也没赚到 我们只讲12月 这12月 Oh my God有6支涨停 他今天整理 立台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 资源今天涨停 12月3支涨停 还有圣达科 在12月也是3支涨停 我说为什么很多投资人 没赚到 不管是跌 或者是涨 都一样 不管外资卖超或买超 今天三大法人全部买超 我说 我说12月2日啦 再一个多月都要过年啦 一个多头市场 为什么赚不到钱 我说有几个原因 几乎 你半砍嘛 你空墙事故啊 或者你没有做功课 没有规划嘛 盘中看到涨了去追嘛 冲动对不对 第三个或者你是对的 逢低买进 但是家里没大人啦 大咖没有拉台啊 大盘在这个地方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跟大家谈一下 我以台子来讲 这是年线 这是季线 这是月线 那我说这里呢 12月它是盘整 对不对 你操作一个比很简单的方式 年线之下 做多 年线之上 平仓 这是台子的部分 我们下一段会跟大家谈 那个股的部分呢 今天道琼重挫啊 400几点 台股涨120点了 问题在哪里 欧美新病毒 扩散 欧美都下跌 它是刚发生还是发生几次啦 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月底 这里为什么重挫284点 就是跟欧美新病毒 对不对 这里为什么又下跌 一样嘛 又是欧美新病毒 那这个地方又来了 我说人来了 它效应越来越低 我们把这里拉近 更好 第一次这些驾到 就两百几点嘛 第二次在这里嘛 第三次在这里啊 这一次就不跌啦 直接上去啦 人来了嘛 同样的状况啊 那外资今天为什么买超 今天三大合然为什么全部买超 我说你要市场心理 你要了解嘛 那为什么一个多头市场 你赚不到钱 我说不管欧美涨或跌 只要病毒一扩散 台股又捡到枪了嘛 过去一年过去两年 不是都这样捡到枪吗 央行又打炒房了 那资金太多怎么办 房市不能去啊 那政策股市做多啊 那政府的意义是什么 他希望把钱 都到股市嘛 那昨天外资卖一大堆 也没跌啊 今天又上去了嘛 强碰嘛 谁赢 11月订单 史上新高 基本面嘛 所以整个 如果炒房的资金 进来股市的话 那股市是真的基本面 往上走 史上新高对不对 那大盘呢 大盘在这里 我说一个简单的方向 你为什么赚不到钱 我常讲看图收故事都很简单 那如果这个地方呢 这里遮起来 你是做多还是做空 连线向上哦 这个地方你是做多还是做空 在这里换空了一大堆嘛 回补了没有 有没有赚钱 回过头来 从这里来看 我操作都对嘛 连线向上啊 简单的事情嘛 就简单的去做啊 找足底的股票 低买 对不对 那在这里换空了 到现在补了没有 大家第一段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今天自营又涨停哦 五天三支嘛 Oh my God 我要讲12月哦 12月六支涨停 今天洗盘 开低 尾盘又上去了 起6支天半 也没中错嘛 而且呢 首都拉回 立台昨天涨停 今天洗盘洗盘 又上去啦 这12月份嘛 对不对 12月份嘛 这12月份啊 今天整理对不对 现在支撑提升到这里了嘛 那距离我的成本差多少 背景啊嘛 12月哦 我只讲12月哦 立台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多少 3.5%嘛 那他去13% 两天嘛 我只讲12月哦 今天升达克又上去了嘛 他12月有三支涨停啊 就我再问你一次啊 大巴掌烙今天 为什么赔钱 有几个原因哦 我简单讲一下 第一个呢 你换空强势股嘛 那我说大盘在这里哦 12月它是一个盘整 对不对 那我说盘整一定有锅皮 锡有锅皮热嘛 但是你半空你弄不对嘛 你都弄强势股啊 做多强势股 做空弱势股啊 可是偏偏呢 我举一个例子哦 像星星 裁板成长股 对不对 放空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啊 这7000厂嘛 都放在这里啊 现在在这里嘛 这样有贪钱 这115这230呢 这起一杯呢 这样有贪钱 卷还是在这里嘛 全部被加空嘛 就算跌到这里 你还是赔钱嘛 你还要跌到这里 你才会平坤嘛 预创元宇宙一样啊 1万张 农券都在这里嘛 数据会说话啊 现在涨到这里啦 还在空 又上去了 多头市场 昨天跌今天涨 为什么赔 这放空这讲不完啦 红达电1万5000厂 放在这里嘛 35到95 很胜中 还在空 威胜也是嘛 那这些拉回 你也没赚到钱啊 该赚一倍的 你没赚 赔一倍啊 为什么没有赚到钱 第一个 你空到强势股嘛 那第二个呢 你追涨 我简单跟大家谈 比如说呢 你像惠特 事先没做功课对不对 一看到涨 冲动去追 掉下来了嘛 一个长红 一个长黑 明记彩也是啊 一个长红 一个长黑 那你要注意啊 这个大量啊 多少人套在这里 一光也是啊 套这一支天亮 涨停隔天 外资全部倒出来嘛 几个万党啊 长红行也是嘛 光雷也是嘛 所以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 你空到强势股嘛 第二个你乱追嘛 那第三个低买 那低买应该要涨啊 可是很多股票呢 低买没有动嘛 那因为什么 因为大咖没有拉台嘛 大咖没有进场啊 那同样的状况 这一些股票呢 如果你是做多 逢低买 找法人喜欢的股票 那这个地方 你就有机会像怎么样 像立台 这个头肩底 上去了嘛 涨停 今天又涨 对不对 Oh my God 12月涨了6支涨停啦 资源 最近这6天涨了三支涨停 立台间洗盘又涨 对不对 你要去想 为什么你赚不到钱 这是第一段 我要跟大家说明的 要做一个改变嘛 那奥母口新病毒出来了 今天反而上去啦 那外资也买超了嘛 那马上一个月呢 要过年啦 我们这优惠呢 不可能持续那么久嘛 随时会结束哦 随时会结束 18周年 周年庆 机会很难得 我们休息一下 《赏 ہے出锥》 做什么 但是不要担忽 我们再唱 再唱 开放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扩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政府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连线向上 复杂的事情简单的做 你就专家嘛 可很多专家呢 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很复杂 连线向上嘛 这样怎么简单 法人做多啊 很简单嘛 那你何苦去做空 又换空强势骨 被嘎了又乱追 不懂法人 买的股票不一定会涨啊 你要用心去做嘛 我们第一段跟大家讲台词 我们刚刚跟大家谈什么 我说大盘在这个地方 我说12月呢 它是一个盘整格局 1万8压力很大 除非台积电往上冲 那不然就是整理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12月外资休假嘛 那样说啦 这里那样说要冲过1万8 没道理嘛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盘整嘛 涨涨跌跌乎涨乎跌嘛 那重点就是 你怎么选股嘛 还有你看大盘的方向嘛 那我说换空的 那赶紧来翻多嘛 不要追低买 一档一档做啊 那我说12月呢 Oh my God 六支涨停啦 自研最近这六天 今天又涨停了 第三支啊 厉台昨天起涨嘛 涨停 今天又涨啊 圣达科也一样啊 涨了一辈了还在涨 那最大的原因在哪里 有内支 有法人 大咖在里面嘛 看OTC就知道啦 不是一档股票一路涨 而是每一个阶段 都有不同的主流股在轮涨 那这些人 一档做完 又一档 他重续做了多少 做两个多月了嘛 锁码一些中小型股啊 那台紫的部分呢 今天起来对不对 那很明显看到什么 两个底嘛 一个颈线嘛 对不对 两个底 一个颈线嘛 那明天呢 在颈线这附近嘛 平盘或平盘下 这个地方应该要怎么样 因为这里往上几涨 这里变支撑了嘛 那这个地方 还是有压力嘛 那所以呢 这里应该偏多 这里呢 赚钱就走嘛 那如果这样子看 十分钟线 有点复杂的话 那你看月线啊 月线就很简单 这台紫的 一月台紫在这里嘛 月线在这里 季线在这里 年线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最近来讲呢 因为是盘整 那你抓月线嘛 月线以下做多 跌破这里设停损 月线以下做多 往上涨赚钱 你就卖嘛 那因为是盘整嘛 那这大盘的部分呢 那大盘不管涨或跌 昨天跌今天涨 还是很多人没赚到钱嘛 我说复杂的事情 简单做对不对 怎么样简单做 就重挫竹底的去买嘛 但是你要买对啊 你要买到这些人 有重户的股票嘛 而且你的成本跟他一样 你就有机会怎么样 做教嘛 然后我们只讲12月 那12月在这一个地方 我说最简单的例子 就这一档嘛 这12月的事情啊 12月涨6支涨停啊 那我前几天也绣传真稿 那我也在电视上说 我从第一支涨停 赚到第六支涨停 全市场没有一个老师 敢真的跟着我这样讲 证据钱拿出来啦 那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跟泰多金光党争论 就在这一个地方 那往上涨 到今天六支涨停嘛 这12月的事情啊 一档一档做 那昨天跟大家谈的 这一档股票 今天也开低走高啦 我说你需要 真正需要的是一个 能带你赚钱的老师 大盘明天涨跌 下礼拜涨跌不重要 你能不能赚钱才是重要嘛 那为什么大盘涨 为什么赔钱 该买什么股票 有哪些地方可以布局的 要放空为多 把握机会呢 18周年庆 电话满线 非常的难得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城东投顾周年庆典 重量回馈出击 感谢再感谢 城东投顾不负重量 再闯家机 感谢友宁 18年来的长期支持 感谢友宁 18年来的见证获利 感谢友宁 18年来的一路同行 城东投顾的生日 就是感恩会员日 特别为您献上 最大的感恩入会礼 今天会一律给您 18折 18折 就是18折 数部专线 022752 5868 022752 5868 超过本档 机会不再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凡习性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扩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赋予之路 最后发现 02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一开始跟大家谈一谈长龙 我记得上礼拜有跟大家提 长龙应该怎么操作 我们在10月中在这一天 接近接口出现 农资断头 在这一天10月18号 我们买进长龙 那这里往上走 那我跟大家怎么谈 这起40块 这也起40块 所以到100 125 加来又上去了 那这个地方延续怎么样 延续这里的走势 它在整理 这上星期 这两天它是一样在这里整理 这个地方 就专这个地方 应该要整理一个礼拜 那整理的过程 量要缩 有没有 量缩掉了 这里也是一样量缩掉 所以大家整理一礼拜 这一礼拜 低迈不要追 你一追 短线又拉回 它震荡 那到最后会怎么样 我目前的判断 它会跟这里一样 往上突破 它有机会来到 150之上 那这是长龙 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从这里一路追踪 那因为怎么样 大概每一个投资人手中 都有一档长龙 都有一档货跪股 对不对 那大盘在这一个地方 今天道琼落了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今天去 120点 我说欧米肯病毒 这里第一次出现 跌200多点 第二次跌100多点 这一次不跌了 效应偏低 而且它过散 台股又捡到枪 台股又跌不下去了 那政策打房 那钱到哪里 基本面那么好 很显然来到股市 那你要等大家都来了 你再进场 我跟你讲过两万了 那这一个阶段最近来讲 一万八的压力很大 那就在这个地方 看你怎么选股 是怎么担不去 一堆人没贪钱 因为多头你放空 而且你空强势股 放空不是不能赚 而是要空弱势股 但你偏偏空强势股 第二个你又追涨 你没有规划 看到涨了就去追 很多老师也这样带会员的 没有赚 那第三个你逢低买 你找不到法人的股票 那现阶段 我用简单的跟大家谈一下 很多人放空 其实事实上 大拔肉也都没贪钱 这一档最明显 欣欣对家半空七千几张 到现在还是一样七千张 可是空单都留在这里 大盘来到这里 115到230 这起一杯 也是又在这 代表这个地方换空的 被嘎了一倍 还是在赔钱 就算大盘跌也没赚钱 这预创一样空在这里 那最近空单增加 又嘎上去 元宇宙 风达店也是一样 一万多张 传播都半空在这里 这对35到95 你怎么有赚钱 威射也同样 那第二个呢 你追涨啊 你看到涨停大量 你去追 你要注意一辆啊 短线是加到 民进财短线是加到 你要注意一辆啊 液光加到嘛 长农房也是加到嘛 那第一买的股票呢 能不能赚钱 那要看你怎么买嘛 我说同样 12月 这个地方 Oh my God 从这里往上涨啊 六支涨停啊 那我说全市场只有我从第一支涨停 赚到第六支涨停嘛 我负法律责任啊 那大盘今天呢 涨21点 还是有人赔啊 昨天跌142点 还是赔啊 化空也没赚 这前几天 上礼拜五 资源两支涨停 今天呢 第三支涨停出现了嘛 那大盘应该怎么操作 历来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啊 低档进场嘛 这两支涨停 对不对 今天第三支涨停嘛 Oh my God 七天六支涨停 森达科 12月也是三支涨停啊 是一直往上走 能不能赚到钱 能不能赚到钱 把握这个机会哦 18周年庆对不对 你需要是真正带你赚钱的老师 电话满线 自己要拨通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正带 本节目资料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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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動不動都在競爭 打敗懶得動 動不動就愛水蠻牛